杭州的小张喜欢健身 他说七月底在家门口 遇到了一位很热情的教练 就花了2400块钱 买了20节私教课 结果只上了一节课 对方就联系不上了 小张在家旁边的一家 节式健身办了会员卡 他说七月底自己锻炼完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一名男子叫住了他 他跟我搭讪说 我是不是在节式健身房锻炼 我说是的 他说那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我们这种四轮教练 我这边价格很实惠 把名片给我 但是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就敷衍的拿下了 然后他就说加个微信聊一聊 价格非常便宜 这个教练是哪里的教练 他跟我说的是 他有在节式健身房带别人练 他也有自己开工作室 加了微信后 这名教练自我介绍说姓于 小张说 这名于教练一直在给他推荐课程 还说可以带他到家旁边的一个老年活动室体验一下 他就去了 可刚练了十分钟 这名于教练就说要收费 他说我这样子这么近 肯定会给我最便宜的120一节课 外面都要两三百 我就向他买了20节课 给他转了账 转账以后嘛 就第二次带我练 大概已经一个星期了吧 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上课嘛 能不能来节式健身房上课 他说你第一次上也不是很懂 我们就还是在那个免费的健身房上 小张说 这名于教练 交了平板支撑 还有拉伸 都是比较基础的 之后 他再跟于教练约时间 对方说腿伤了 然后后来 我又过了一个星期 又问他你教练你腿好了吗 他就很敷衍嘛 我问了两次 我说你腿好了吗 他就说 我现在不方便用微信 就拒绝联系了 后来再也联系不到了 打电话就不接 在港龙城六楼的这家节式健身 私教部的标经理说 门店没有这名姓于乐教练 也不会让非本店教练 带人在门店上课 我们这边没有这个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就是可能挂我们的名号去 做一些这些非法行为 就相当于我后面给大家的建议是 在健身房我们正常买课 买私教课 它是有正常的在店里面 有合同的 这是肯定有指示说明的 指示凭据的 这样的才是有个凭据 后面的时候 这些第一原因可以去追究的 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记得拨打了这名于教练的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小张给这名于教练打了语音电话 提示微信已经被拉黑 小张说 自己在网上搜过于教练的手机号 发现他还在发帖子 我就想通过这个平台曝光一下 这些黑私教 我都不知道他腿到底有没有伤 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找到他 能让他把钱退给我 目前小张已经向杭州 澎湖派出所报了警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